面對鏡頭重申好幾次 希望大家不要亂講話 最近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爸爸住院 柯媽媽家裡醫院兩邊跑 表示已經很煩了 但民眾黨捲入政治獻金 做假狀的怡雲 柯媽媽也被波及 你媽的人喔 不好的事啦 所以這款人喔 天氣得折發 就有理工卡 我是說這樣 我不是說 你們說的人都這樣 說對的人就對了 說對的人 我們實在我們就跟他們說了 如果沒問題 你亂不跟我們說 我也辛苦了 柯媽媽真的好心煩 希望大家不要再造謠了 如果有的事情儘管講 但是也得要先查證出來 而昨天檢調大動作搜索 會計事務所 還有承辦活動的相關公司 柯媽媽也表示都不知道 我沒有聽到很明顯 電視出來寫了一段 我怎麼有事啊 我沒有看 我跟我說 我都不知道啦 我黏黏黏黏 這個人也不知道 他讓車多哭 我們也不知道 多次表示自己真的不知情 柯文哲打電話回來 也都是關心爸爸的病情 其他的都沒有提到 希望大家不要再給他找麻煩了 好沒有ервacy 柯文哲是漸期是陷入了政治獻金的 風波疑雨 而不過呢 在昨天深夜的時候 台北地產robe不斷 露頁來復旭 而菱青城的時候 木可公司 的 負責人李文娟 以及當時的財務長李文宗 另外還有會計師端募正 都依照不同的金額來 已經交保了 而今天早上呢 柯文哲 hosting出家門的時候 跟過去不太一樣 面對媒體的問題 他是大方地來談論 一起來聽 稍早訪問 主席 因為昨天有發這個黨員信 你說世人不明 這部分是包含李文中 端木正 黃山山嗎 其實我們換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作帳還是要找會計人員 財政人員 我不是在那種非專業 所以有時候 還是 專業事前還是要相信專業 當時端木正是誰向你推薦的 這也沒有什麼向你推薦 因為他長期來就在我們這個黨裡面 所以用它我不覺得很奇怪 因為本來中央黨部有一個長期在 合作的會計師 這個中央大員是臨時加出來 所以說我們黨裡面 誰是會計師就這麼簡單 所以沒有說什麼誰推薦的 好 柯文哲是被問到說 妻子陳佩琪是否有替兒子 來設人頭公司 柯文哲是再三的來強調 那不是人頭公司 那只是父母對小孩子的疼愛 所以幫小孩子來開公司 那麼另外有關 是否真的有人在其中貪污 柯文哲也表示 對自己的黨是有信心 好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近期是捲入了政治現金的風波 而自己的妻子陳佩琪 事前是在臉書上發文 疑似是設立了人頭公司 而且是以自己的兒子為名子 不過今天早上 柯文哲是表示說 這是父母親太愛小孩子的表現 幫她設一個公司 而並非是人頭公司 但是今天她的妻子陳佩琪 原本是要出門上班的 但是她是走了家裡的後門 而且是小跑步的 疑似是要躲避媒體的追問 不過最後她也是停下腳步 並且打電話給同事說要 今天要請假 一起來聽稍早畫面 先幫我請假好不好 因為我去又沒辦法出去 我本來以為說我可以出去 今天你幫我那個電話 對對對 你就能不能夠把她 就是看她如果說 特別本診不要來的話就不要來 如果她真的要來的話 就請轉診到別的地方 轉診到別的診去 這樣子OK 因為現在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要替自己稍微辯駁一下嗎 還是妳還是希望在臉書上在講嗎 這幾天心情還紅 有沒有人拿一張椅子來給我坐 好可以聽到 其實陳佩琪呢 面對媒體的問話 她是完全的閉口不談 而反而是向大家說 要不要搬張椅子來給我坐 另外呢 她也是向自己的同事 要來說 今天是沒有辦法出門來上班 所以要請假一天 快步走出第一節 面對提問全程不發異語 柯文哲政治獻金 被爆出假帳怡雲 她就是負責的會計師 段木正 他會覺得被民眾黨背叛啊 柯文哲現在把責任都推給你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啊 小心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啊 過去曾經承辦民眾黨選舉活動的 石樂公司表示沒有開立其中三筆 總共916萬元的發票 另外還有1300萬元的經費 疑似以授權的方式轉入木可公關公司 直到晚上台北地檢大動作搜索 木可公關公司端木正事務所等其處地點 並約談會計師端木正 木可公關公司負責人李文娟 會計何艾婷 還有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財務長李文宗 以及其他負責人總共6人 進攻樓業服務訊後 因為在文書最嫌 端木正200萬元交保 但他表示籌不到這麼多錢 檢察官降保為100萬元 而李文娟是150萬元交保 兩人都得要限制出海出境 接受科技監控 而公司會計何艾婷50萬元交保 其他人則是無報請回 主席會不會擔心被約談 反正女人正常也沒有什麼 會不會覺得說被李文宗害查 我跟你講喔 事實真相還沒搞清楚 不要隨便就給人家按罪名 主席因為昨天有發這個黨員信 你說世人不明 這部分是包含李文宗 端木正跟黃山山嗎 其實我們換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做帳還是要找會計人員 財政人員 我不是找那種非專業 所以有時候 還是 專業事前還是要相信專業 當時段木正是誰上臨推薦 這也沒有什麼想要推薦 因為他長期來就在我們這個黨裡面 所以用它我不覺得很奇怪 因為本來中央黨部有一個長期在合作的會計師 這個中央大選是臨時加出來的 所以說我們黨裡面誰是會計師就這麼簡單 所以沒有說什麼誰推薦的 黨內委員要黃山山此不分出李文怎麼看 這還要在內部討論 通常是這樣 混亂的時候就不要再添亂了 先穩住正腳 然後把事情先解決 這種處分的事什麼擺後面再來處理 那請你說責無旁貸有打算怎麼對支持者負責嗎 我是一樣 先把當前的危機先度過再講 那個賬 不管加出入 那個一筆一筆加起來超過18萬筆 會有記錯 我倒不覺得奇怪 我一筆兩筆 但是不要 但是數量太多就不行 所以老實講如果誤差幾萬塊 我倒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那個誤差到不要兩千 超過兩千萬 那這個就 這個就太誤隆了 財務長我覺得是更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負起這麼重責大任 你是一個帳房 財務總管的時候更要非常乾淨 直播上砲口瞄準時任 靖總財務長李文宗 直言根本沒做好自己角色 我很難過的是 我覺得他不只是 讓我們整個團隊做事不乾淨不俐落 他把整包丟出去啊 他把我們整盤的努力權都毀了 對 民眾黨立援黨團主任陳志涵 真的很生氣 但同樣無法認同李文宗說的話 還有前理委陳婉惠 不過同樣都擔任要職 更點名黃珊珊要負責 但是你總幹是黃珊珊 你就是CEO啊 一家公司的帳怎麼樣處理 難道你一個CEO 完全都沒有責任嗎 支持黃珊珊沒負起責任 越講情緒越激動還落淚 很愛這個黨 今天都很怕我自己講得太激動了 很多小草真的很愛民眾黨 所以我們 真的是希望說 這一次的痛丁是痛 就希望這假張風暴能趕快平息 不過還有諸多爭議等著釐清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嚴鳳 秀出柯文哲到底是吃什麼素食 能夠申報一筆要96萬元的餐費 這回查的速度快 不到兩小時 民眾黨副秘書長徐甫拍下單據 說明是因為連續輸入兩筆賬目 上一欄是110元 下一欄英是960元 結果沒清乾淨就變成了96萬元 讓他真的無言 留著單據證明又是一筆誤登 TVBS新聞劉一俊年宣 台北超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